你看看 这个家是我的 我是一家之主 这一大家人谁敢不听我的话 这句不容辩驳的训斥 不知在成都正通顺街87号的这个大门里 回想过多少年多少次 也不知道那些曾经被他威慑住的生命 后来都经历了怎样的人生 我们只知道 那个威仪的声音 久久地萦绕在这座老宅子的上空 于是它就变成了 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 中国最出名的家 我仿佛做了一场大梦 我居然回到了我十几岁时住过的小屋 好像听见大厅上 大哥在这里向我哭诉什么 好像祖父咳嗽着 从右上房穿过堂屋走出来 好像从什么地方又传来太太的打望 和丫头的哭叫 这些杂乱有如梦境般的回忆 大约在九十年前都真实地发生在这座已经消失的大门里 也许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人们 谁也不会想到 1930年 一个从他们中间走出去的26岁的年轻人 用笔写下了这个大公馆里众多往事中的一小部分 起初他给这个故事起了一个浪漫的 像他一样鲜弱的名字 春梦 1931年 故事在上海出版的时报上连载 他把小说更名为激流 他给自己取了带给他一生生育的笔名 我无论在什么地方 总看见那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 这激流永远动荡着 并不曾有一个时候停止过 而且它也不能够停止 1933年 激流由开明书店印制单行本事 才正式定名为家 随后 巴金在上海写完了小说《春》 直到1940年 邱也在上海完成 家春秋开始被并称为激流三部曲 巴金用十年的时间 写完他曾经生活过19年的那个家 写下这部100多万字的系列长篇小说 我从1941年到上海 上海的这个剧衣社 就演着吴天先生改编的家 后来我43年在北京参加了这个中国旅行剧社 我就提出来 我说希望把这个片子 把这个戏我们来演 我担任的是聚会 到了这个1956年 上海电影厂拍家 电线影是陈希贺先生改编导演的 我就演了决心 现在嘛 克庆贺 巴金先生百年的诞生 叫我来演 我觉得我应该来演 2007年12月28日 演过家里全部重要角色的孙道林走了 他在将近70年的岁月里 在不同的年代 不同的舞台上 分别扮演过家里的三少爷爵会 大少爷明轩和高家老太爷 三十年代就看了他的家 当时看着泪流满面 当时正在抗战前期 抗战开始前 对他这个书 这本书对我有很大的思想上的影响 不仅对我有影响 对很多很多这个青年人都有影响 头一次演的是四三年 四三年年花剧 那个戏当时在重庆演出也很轰动 一开始都抢那个戏 或者曹玉说 谁演都可以 可是这个乐角是我给张卫芳写的 要让他演 所以我一直就是演那个角色 那排了一个多月 演了两三个月 虽然我们已经找不到 能够说明话剧家 在四十年代出演出时 盛况的影像和图片 但另一件盛事也足以证明 在这部小说刚刚问世的时候 曾掀起了多大的波澜 1941年 中国联合影业公司 把家搬上荧幕 请上海最为出众的导演 谷万仓 吴永刚 杨小仲等十大名导联合导演 甚至中国第一位影后 蝴蝶也只能客串一个小配角 演制员阵容极尽奢华 做丫头的 难道就不是人的吗 大概这也是1954年 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 准备把五四以来的一些名著重新改编 陆续搬上荧幕时 家又成为一部重头戏的原因 与他同时被改编成电影的另一部名著是鲁迅的祝福 我常常称赞陈锡和同志 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 他当过演员 导过戏 写过剧本 在大学里 教过中国文学 又是研究罗曼罗兰的专家 他在才能和修养两方面 都要比我若干倍 陈锡和是一位老导演 他文学修养很高 过去也写剧本了什么 他在上海 他很得人心 在陈锡和指导这部 也同样拥有超豪华 全明星阵容的新版家之前 他仅拍摄过一部 很像纪录片的故事片 子子妹妹站起来 和一部戏曲片《妇女代表》 考虑考虑 所以我们干的 叫考虑博士 家是这位戏剧博士导演的 最后一部故事片 尽管这是一部 二十年前的作品 但如果能把原作中 揭发 控诉 欧歌 向往的精神发扬出来 真实地反映一下 过去的历史面貌 和斗争生活 这还是有意义的工作 揭发 控诉 欧歌 向往 这样的字眼 总会让人不能平静 看来写家的巴金 又遇到了一位之音 我自己就是在 封建大家庭里长大的 对书里描写的人物事件 还不太陌生 还没消耗 只要回忆一下 我这不和你老师 多少激动连心的往事 都在我眼底活跃起来 这一大家的人 老爷 少爷 太太 小姐 徒人丫头 上上下下 厉厉的的 哪件事不用我说 那是 那是 你说就你们这一顶轿子 我还有一天天说吗 不能够 不能够 快点 快点 放心吧 您的 这徐管家的脾气 是越来越大 脾气大 在这个大家里 谁脾气大 他也没老爷脾气大 那是 这个家是我的 我是一家之主 这一大家人 谁敢不听我的话 这就是家里的 太上皇 高老太爷 那个发出 令人生畏的声音的人 当年我不好好读书 后来我能做官吗 我能挣下这一大块家业吗 当年是得好好说说 这位高老太爷的前世 在魏赫玲成为高老太爷之前 他已经演过著名的 马路天使和乌鸦 又拉雀了 这房子是你呀 怎么可以让他带领出去啊 他看起来 似乎萌萌的味 喜怒哀乐 在他脸上看得出来 说话 动作都是慢悠悠的 老朋友称他慢半拍 我有一回是很有性格的一个演员 那个男子汉 山东人 但是又很内在的 这个人不声不响的 平常不大说话的 这样一个闷劲 但是他感情也很强烈 有时候爆发一下 一会儿北拔了 一会儿剿匪 一会儿和平了 一会儿有什么看乱 搞来搞去 我们老百姓还是受罪的老百姓 魏赫玲的休息天是怎么过的 他在家里 起来 要不就修桌子 要不就修水龙头 然后呢 修倒路 长黑你就那个淘米的扎托粉 就是那个托把 扎托把 然后我爸爸把那个那个 逢人机裁得很好 这个你根本就觉得 这个而且担逢人机有影 难为陈希和会选中性格温吞的魏赫玲 来扮演说一不二不可一世的高家老太爷 一个掌控着高家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一生命运的人 很难说是幸运还是遗憾 如果家再晚拍一点 我们似乎就有机会在1956年 同时看见两个彩色的魏赫玲 好一点了吗 一个是家里的高老太爷 一个是祝福里赫家傲的猎户赫老六 你饿了吧 来 先吃点东西吧 没有如果 只有黑白的家 陈希和让他的故事 从高老太爷在祖宗牌位前抓出的一个纸条开始了 李决心的亲事就这么办了 别人家都毁掉 就定下李家吧 高老太爷用郑重的仪式 荒诞地给他19岁的长孙高决心选定了孙媳妇 这是35岁的孙道林和19岁的高决心 让我们记住这个青春的笑容吧 这属于19岁的明亮的笑容 他稍纵即逝再也看不见了 已经给你选定了李家的二小姐 爹打算就在年内给你成婚 不 爹 我还年轻了 安静的大少爷心里藏着一个幸福的 让人心跳的秘密 藏着一段凉小无猜青梅竹马的心事 可他不敢反抗 只好一个人躲起来哭 而这一哭害了两个女人 李锐觉浅浅的酒窝 恳切的眼神 在端庄矜持中 永远流露一种化敌为友的柔和神器 他梳着旧时的发脊 举止凌厉而有分寸 处处保持一个所谓大家少妇的风度 这就是高老太爷选中的长孙媳妇 那你呢 你喜欢的我就喜欢 家呢 这个人我基本上都演过那么多遍 所以我那个都不觉得怎么样 钱没分 这是个有内秀的纯东方式的女子 她是聪慧的 脆弱的 在她身上结经了过去一切 功仇善病 才高命薄的 书香门第 规格女子的传统 这是决心只能深埋心底落寞的美 我就跟导演呢 干了好几回仗 当时在我演好了之后 我心里都是挺激动的 演好了之后 他说还不够激动 他让我重演一个 我说够了够了 我说我是大家闺秀啊 我不能够挤鼻子弄眼了 我说对吧 我见着了就见着 我说我心里有了 就怕心里有 就怕不能说 如果决心和梅芬 从此天各一方 似乎也可以自欺欺人地忘记所有往事 可战乱来了 战乱将安排他们再次重逢 太平遮掩着平常日子里所有的针锋相对 而在战争的景片前 这个失礼之驾的所有成员都要开始一场真实的演出 必须抽空用这张唯一的全家符 介绍一下 这个拥有超豪华 全明星阵容的设置组了 已经见过的魏赫灵 孙道林 张瑞芳 黄宗英 即将登场的四老爷成之 一年后将在阳城暗哨里 以女特务八姑而令人侧目的四太太狄凡 此刻她就已经显露出一个女特务最基本的素质 警觉 枪袍声在高家大院上空响起的时候 老太爷把决心叫入卧室 替她买好手头的财宝 不想虎视眈眈的四儿媳看见了 谁呀 四老爷不放心 保护老太爷逃难来了 紧接着五儿媳也带着孩子们赶到了 一大家子人因为战乱 在老太爷卧室门口第一次聚起 爹 我看全家都到水阁里去躲躲吧 花园里面空旷 墙塌了不要紧 那 这些或爱财或怕死的高家子孙乱作一团 所有的规矩都成了器物 留下看家的决心和她温婉的妻子 在枪袍声的间歇里度过了一生中最温馨的片段 这好像这世界上就咱们两个似的 然后一个她想见更怕见的人出现了 记得胡编荡脚 咱们叽叽咯咯笑个没完没了 导演陈锡和博士依老树摇头烟 岂不闻笑不露耻的规训 表兄弟姊妹间亦不得自私调笑呼 咱们更哈哈大笑固执 笑得险些把船划翻了 黄宗英关于梅表姐的记忆是喜悦的欢快的 可导演陈锡和并不让这个纯东方式的女子 有虚余的幸福 梅 你躲我 梅 梅 我觉得我对你真是梅 可过去的事情是不会完全消灭的 梅 一想起从前的日子 这五生梅 生生不同 生生气血 孙道林后来成为一代朗诵艺术家的天赋与财情 一蓝无鱼 感情戏处理得那么细腻 觉得肯定是有一些其他的技术 也没什么太多的技术 就是认识 你认识到了你就应该可以把表现到 表现出来是不是 我们都有外号都是文豪 您的外号是什么呀 我的外号是这个什么呀 是陈大碑 不是导演是陈大碑 我是孙大雨 老哭嘛 对如雨下嘛 孙大雨你知道是谁吧 孙大雨是位学者 也是位诗人 与徐志摩同属心悦诗派 陈大碑则是早期文明系社团春柳社的重要成员 写过很多对五四新话剧有重大影响的作品 导演陈希和被加上这个外号 是因为他又安排了另一个年轻女子的悲剧 战乱一停 高老太爷就开始为他的子孙福寿忙活了 他要结交本省孔教会的大儒冯乐山 一个跟当地军阀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老坏蛋 所以我要服名教批邪术 把一个个青年从无逆营荡的潮流中成就出来 民放 把孙少爷抱过来见见冯老太爷 他应该算是中国电影荧幕上最美丽的丫鬟了吧 1956年扮演这个丫鬟的时候 距离他成名已经有15年的时间 从1941年到1950年 王丹凤拍摄了40一部电影 遇到明凤的时候 距离他拍摄上一部电影 也有5年的时间 1951年 因为我先生要我回上海的结婚 那么我就从香港回到了上海 那是1951年 我是1月1号结婚的 后来我心里也说你出来拍戏吧 好多人都学校还在那里拍戏 好工作 我就这样呢 52年我进了上海电影镜片 52年到12月 进了上海电影镜片餐 无论我们怎样努力 已经定居香港的王丹凤 都坚持不在镜头前出现 那就让我们多看几眼 美丽的小丫鬟明凤吧 当时厂里通知我 他说你要参加家的设置作 他们要你演明凤 我听明凤啊 我心里其实也很高兴 为什么 我从小就看家的小说 而且在小说当中 我最同情的事还是明凤 我很同情明凤 我说明凤单纯朴实 我这个人物我一直很爱他 所以今天让我演这个角色 我是非常高兴 偶遇冯乐山之前 明凤的日子单纯明媚 三少爷最后 是他最好的朋友 知己和爱人 和他在花园里折梅花 陪他在书房里读书聊天 都是最幸福的事 明凤 现在我有话 只能跟你一个人说了 明凤的性格 我觉得他是纯洁 敦厚热情 那么所以我在处理明凤这个角色 我不管我的服装 我的各方面 我都非常朴素 都是布的 朴素简陋 都掩盖不了美丽的青春 冯乐山下手了 他跟高家要了这个 让他惊艳的丫头 去做姨太太 当了冯家姨太太 这一辈子吃喝穿戴 总不会发愁了 是不是 这样的受摧残的 既是一些可爱的 有为的 年轻的生命 到现在 我才知道 我不能说 没有一点淫厉 也就是这留恋 伴着那更大的愤怒 才鼓舞起 我来写一部 旧家庭的历史 一个正在崩溃中的 封建大家庭的 全部悲欢离合的历史 新青年高觉慧 被他的革命理想牵引着 忙得不可开交 您陪我谈谈吧 你看 我正急着感谢稿子 恐怕一夜都未必赶着玩 可我们真能原谅他 粗心地放过了名凤 张皇失措的神情 和一言又止的绝望吗 三少爷 您会记得我吗 这就是 你真是怪我不理你了是不是 我绝不会冷淡你 我是永远爱你 永远想着你的 他怀里走的时候 因为嘴巴他没有 他要保持他那纯洁的心灵 他要保持他跟教会的爱 他不一一条路 投火自杀 我就见到是明凤 也就是对旧社会的恐信 决会 决会啊 决热山逼死了明凤之后 又想把自己的侄孙女 许配给高家二少爷决民做老婆 明天我就托没人把庚铁送过来 早点下定啊 可绝民不是大哥 二少爷逃婚了 那我就采取最后手段 与此同时 高老太爷发现了小儿子 刻定包养妓女的丑事 你把你妻子的手势骗去卖 在外面狂调烂斗 租小公团 抽鸭片烟 用我的名义借债 这个家人心惶惶 似乎气数将近 遗址气势的高老太爷 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自己的结局 竟然是被心急火燎 要分家产的儿子媳妇们气死 我得跟他算个清楚 还有股票呢 股丸呢 字画呢 这不都是钱吗 是啊 传 马上传 马上分 畜生 真是畜生 他也是归天了 按理说 老辈死了 林天在家里 就不能有人在家里生产 要生产就得搬出城去 不然的话 产妇的血光 就会冲着死人浑身冒血 再也生不了天 这事该怎么办吗 为了死人的平安 不顾活人的安慰 这个家里生生地活着一群鬼 大嫂 你怎么了 大嫂 大嫂 瑞爵死于难产 陈希和的故事到此为止 瑞爵 瑞爵我来了 这样的家 巴金一点也不满意 因为他心里压着一个深深的结 我自己的确是同情小说里的决心的 不但同情 我还爱他 雷琪爱他 所以我更憎恨他的软弱和妥协 我更憎恨 使他受苦 使他毁灭的旧社会制度 在十几页原稿纸上 我仿佛看出了他那个 不可避免的悲惨的结局 请进 先生 您的电报 谢谢 先生 我想问一下 您写到哪儿了 您也关心 不 它是这么回事 昨天呢 时报开写着看登林的小说 我看了 蛮好看的 但是可惜登得太不晚了 所以我想看看后面的故事 你是个急性的 哎 你这些人 看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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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都写的第六张了 做大哥的人 我本可以拨开他的眼睛 使他能够看见横在面前的深渊 他已经突然的落下去了 不敢你说 这一张写的就是我大哥 嗯 他说 我们家的历史 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 一开始 我还有一些犹豫 他就说 你怕什么 怕这怕那的 很多作品都写不成那 我带要伸手救他 也来不及了 这是我终生的遗憾 把今用大哥的性格 大哥的经历 写下小说里的决心 写下远远的希望 而大哥却一个字也没有看到 我的心 常常在黑暗的海上漂浮 要不是得到灯光的指引 它有一天也会涌沉海底 而在这人间 灯光是不会灭的 这灯光是巴金一生的本色 真 是巴金一生的信念 爱 2005年10月17日 19时06分 巴金走完了他101个春秋 他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 用生命创造了两个家 一个是他年轻时代情感的激流 一个是他晚年亲尽全力 为中国文学建造的 中国现代文学馆 文学馆的大门上 印着巴金的手磨 每次推开这扇门 都仿佛在与他静静的握手 这位历经人世沧桑的老人 一直相信文学可以让人更纯真 更善良 对别人更有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